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和她的儿女都是奴仆 那天上的一路三人则是自由的 是我们的母亲 因为经上说不生育 未生养的妇人要快乐 未成生长的女子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保罗这里继续反驳那些想要靠律法 想要得救的律法主义的人 保罗继续就是说到昨天我们说的故事 好像夏家和撒拉 夏家是使女 撒拉是祖母 小拉 这两个妇人就是代表两个月 一个夏家 使女指的是 好像是这个西乃之月 在阿拉伯的西乃山上所颁布的 摩西所颁布的西乃之月 而祖母是应许之月 是恩典之月 保罗在这里就说 如果我们想要靠律法得救 那就好像是夏家 夏家一样 就是阿拉伯的西乃之月 那她是使女出生 所以她本来就是奴仆 还就是奴仆 她说这相当于现今的耶路撒冷 指的就是现在的律法主义 而这些律法主义 其实是在耶路撒冷 他们有相当的地位 所以他们是属于地上的耶路撒冷 他们依然是在律法的管辖之下 她和她的儿女 也指的就是他们想要透过律法主义 想要去得救的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 可以说是这样子 那保罗说他们都是奴仆 就像夏家一样 生出来的都是奴仆 都在律法的管辖之下 但保罗要说的就是 我们不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子民 我们是天上 属于天上 在耶稣基督里得释放 得自由的 属神的子民 我们的母亲是撒拉 就是保罗 就是用祖母的这个身份 得自由的身份 得产业的身份 来说明 来以这个 以律法主义的人反驳 所以 祖母 刚开始的时候 撒拉是没有生育的 但是当神的时候 到了之后 他就 生主 以色列支派来 所以呢 这里保罗就说 不生育的 未生养的妇人 要快乐 未成生长的女子 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 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就是形容 透过神的运血 后来 撒拉的 那个后代子孙 是那么样的 繁多 那么的丰盛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的是 弟兄姐妹 我们是凭着 允许 凭着恩典 成为属天上 耶路撒冷的子民 意思就是说 不是靠律法 不是靠我们任何行为 所以 我们得救 我们没有任何 自己可夸的 我们一点也没有 好 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多好 多完美 多特别 多优秀 所以神在拯救 我们不是 一切都是出于神 是神所应许 所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不需要 为了自己得救 去买任何的丹 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 耶稣已经为我们 买了这罪的丹 所以我们是靠着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着的 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心 来领受 成为天上的 属于天上 耶路撒冷的子民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 何等的恩典 我们本来是不配 在罪的奴仆管辖之下 在灭亡的人 但是我们领受了 神在耶稣基督里的 这救恩 我们今天再次 靠着信心 进入这应许的恩典 愿我们在这恩典当中 欢喜快乐 感谢你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所奉主的名祈求 Amen 愿神赐福我弟兄姊妹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